大不大 这 这也太大了 没见过吧 之前确实没见过这么大的 这也太震撼了 之前Redmi就曾经推出过98寸的超大尺寸电视 根据2020年12月份小米公布的数据 Max 98寸的单月销量是同尺寸段 行业月均销量的30倍以上 这也可以说明用户对于超大尺寸电视的需求 不过Max 98寸由于尺寸的原因 难免会遇到运输以及安装上的问题 之前咱们也曾经在Redmi的官方微博上看到 为了安装Max 98寸 还动用了包括吊车 包括还要拆除掉窗户才能让电视入户 安装的时候保证你成为小区里的名人 不过吊车高度毕竟还是有上限 如果你住在高层楼房 比如十几层二十几层 那肯定还是要依靠电梯的 本次Redmi推出全新的Redmi Max 86寸智能电视 在尺寸方面不仅做到了大 还在电视包装上采用了全新的设计 能够保证进入大多数的电梯 免去了很多安装方面的麻烦 咱们一起来通过实拍感受一下 Redmi Max 86寸智能电视 在常规小区的电梯内 是如何送到你家里的 这里先要说明一下我们所展示的电梯门 它的长宽数据 如果你家里的电梯和这个尺寸相当 那就可以考虑了 好 好 31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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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1 2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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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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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除了震撼的屏幕之外 我们还有边框上的贴膜 大家不要忘记 哇 这声音好爽 四边都有这样的贴膜等待着你撕掉 人生最爽的事情就是撕贴膜 我们先来看一下设计 Redmi Max 86寸智能电视 给人的第一感觉肯定就是震撼 这种bigger than bigger的直观体验 肯定不止于大 更大的屏幕带来了更强的 观看体验以及更好的沉浸式效果 同时 Max 86寸还采用了全面屏的设计 进一步提升了观感 除了大尺寸带来的畅快感之外 屏幕素质也至关重要 Redmi Max 86寸智能电视 采用的是4K超高清屏幕 分辨率达到3840×2160 支持DCI P3 92%的广色域覆盖范围 以及10bit的色深 还拥有90分区背光系统 每一块分区可以呈现4096级的明暗电话 同时这也是Redmi首款主台调校的电视 使色彩准确度更高 并且实现了对杜比世界 HDR10+,HDR10和HRG的全面支持 无论是观影还是收看电视节目 Max 86寸智能电视都能带来非常不错的效果 在刷新率方面 Max 86寸拥有120Hz高刷新率 同时支持120Hz的MEMC动态补偿技术 能够提高动态画面的清晰度 减少拖影 对于很多游戏玩家来说 高刷新率的支持还是非常重要的 既然提到游戏 当然要说一下 Max 86寸智能电视的接口数量 来到背面可以看到 一共有三个HDMI接口 其中还有一个HDMI2.1标准协议接口 想要应对未来高品质游戏大作 高刷新率和高分辨率的巨大数据量要求 HDMI2.1的数据接口是不可或缺的 其他的接口还有包括AV、USB、以太网口等等 还是比较全面的 Redmi Max 86寸智能电视搭载2加32G的存储组合 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系统运行 软件方面搭载的是MIUI4TV系统 这套系统很多用户应该是比较熟悉了 支持的内容相当的丰富 当然大家还可以通过投屏 以及下载第三方软件来实现更多的内容支持 说到投屏 Redmi Max 86寸智能电视 覆盖了主流的三大投屏协议 还支持七种投屏方式 即使在没有网络的状态下 也可以实现投屏功能 当然它还内置了小爱同学3.0 能够实现与小米生态的设备联动 Max 86寸内置了4喇叭加两风管扬声器单元 输出功率是2×12.5 兼容杜比全景声的片源 实际效果如何呢 咱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随着Redmi品牌的独立运行 并且进行了AIOT产品的布局 在电视领域小米系的产品定位 也越来越清晰 Max系列作为Redmi旗舰电视产品线 始终坚持了超高的性价比 以及普及超大屏电视的任务 这款Redmi Max 86寸 相比较于之前的98寸 性能有提升 也更方便安装 特别是可以通过大多数的电梯 这一点就很值得普通消费者去考虑了 价格方面 7999元的售价 相比较于市面上的近似尺寸的竞品来说 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 对于那些并不追求极致画质的用户来说 超大尺寸显然呢 给你的震撼程度要更强一些 那么大家正在使用的电视尺寸 是多大的呢 下一台你家里面打算换的电视 打算换多大的 大家可以在弹幕上留言吧 我们日常使用的屏幕呢 最多当然是手机 不过它通常也就是5寸6寸7寸大小 然后呢就是笔记本电脑 13寸14寸15寸 再有呢就是台式机 22的24的25寸等等 最近几年呢 很多家庭里面都买了电视 如果是前两年的话 有不少都是55寸的 我家里面也是55寸的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呢 也觉得这个尺寸已经很合适了 直到我看到更大尺寸的电视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关于 Redmi MAX86寸的智能电视的 一个快速体验 那不知道小伙伴 你家里面正在用的电视 是多大尺寸的呢 你下一台打算买的电视 是多大尺寸的呢 这里是科技美学 我是大言 下一期节目呢 为你带来Redmi K40 又是我们今年热点的机型 到时候咱们见 这下集画过来就参与了 重播的电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